最近在微博上有一張叫做 《身份最美女孩當街和殘疾黑衣餵飯》的圖片 這個圖片被轉發和點擊率相當高 不少人在炸裏 說現在的社會只需要這種正能量 不過又不少網友看完後又說 嘩,是否做秀?很假的 今天早上,我們紋身記者試圖找到這個女孩 不過發現原來真的有一次網絡炒作 拿著飯盒,蹲在圖邊 一淡一淡地為一個殘疾老人吃飯 這張標題為《深圳90號女孩當街急殘疾黑衣餵飯》的照片 是一夜之間引發了網絡上的廣泛關注 很多人都感動於這個女孩的時舉 還說她是深圳最美女孩 我感覺挺好的 能感受到這個城市的一種關愛,大愛無疆 覺得挺溫暖的 這個女孩子挺愛心的 網絡上不少媒體也轉發了這篇報導 女孩子叫做文芳,是一個就來畢業的大學生 近來來深圳打工 她在歡樂海岸某展覽負責賣門票 這個月24號下班途中 在歡樂海岸飛碟館附近見到老人 由於老人生得好像她過了身的爺爺 一時感動,就做出了路邊餵老人吃飯的舉動 據報導信息,民生記者來到歡樂海岸這個展覽會 試圖去找這個最美女孩 這女孩也不是我們的員工 但她說的是你們的員工 是我們的員工嗎?但是我沒簽過 該展覽這位工作人員表示 自己剛剛來上班沒多久,並不了解這件事 隨後她在員工簽到表上查詢文芳這個名 卻一無所謂 你剛剛查的那個表上面有沒有那個女孩的名字 沒有 隨後,民生記者也來到歌展覽的銷票窗口 銷票工作人員在看了文芳的照片之後 都說不認識這個人 這個人都不認識 24號是誰在上班 24號啊 就是禮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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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生記者報導 這個最美女孩何方神聖呢 我們記者也繼續追蹤照片的來源 終於被我們記者找到這個女孩的內路和報道的恩友 不過陳妮在這裏賣過關子 不如留意我們今晚9點55分直播的新聞廣場